奥拉朱旺,人称大梦,是火箭队对史最为伟大的球员,曾带领火箭夺得两连冠,而这两个冠军也是火箭队史维尔的两个冠军,凭借一手梦幻脚步在四大中风时代彻叉风云,在退役以后,奥拉朱旺不想让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技就此失传,于是开设了梦幻脚步的教学班,而想要学习他的独门绝技需要一周交上35万的学习费用,尽管费用如此高昂,球员们依旧趋至若鹜, 从科比,詹姆斯,姚明,霍华德,安东尼到约史史密斯,奥卡弗,小斯,麦基,塔比特,德罗旦等球员都是奥拉朱旺的门徒,去的人不少,但是学成的寥寥无几,并不是奥拉朱旺教学水平不行,实在是梦幻脚步太难学了,而奥拉朱旺也表示这个绝技需要已非常全面,而且扎实的基本功打底才能有所效成,他表示只有两个人学成了自己的梦幻脚步, 一个是科比,另一个是姚明,天赋强如詹姆斯都没能在梦幻脚步做到出窥门径,大梦说道,很多球员拜我为师,真正练成的没几个,要算一个,但真正掌握梦幻五不精髓的是科比,当我看他打球的时候,他在内线打得有刃有余,动作浑然偏程,几乎是完美的,确实,梦幻脚步和大梦的单打技术 其实都有一个对现在球员来说较高的门槛,奥拉朱旺表示,要有全面切扎实的篮球基本功,要有全面的进攻技术才能让梦幻脚步变得犀利,梦幻脚步的关键所在就是一个骗子,先骗得对手偏移了重心再找突破口出手,你的进攻技能越全面骗到对手的机会就越高,举个简单的例子, 大梦在三秒去附近做一个翻身后仰的假动作,防守队员是必须去扑,不扑大梦真的就能轻松得分,但一扑重心就被骗起来,大梦就能利用脚步一收一切就是一个标准的梦幻脚步,而同样的动作,霍华德做翻身后仰的假动作,防守球员根本不会去扑,因为防守球员知道霍华德根本不会翻身后仰,骗不到防守球员,那他后面的所有动作都是多余的了, 像麦基,霍华德这类球员根本和梦幻脚步没一点缘分,而约时史密斯在交完学费,跟着学习过之后,干脆直接跑到外线扔三分了,没有全面而且扎实的基本功,你还真学不会梦幻脚步